徒師 詞曲 曲 李宗盛 我們剛才有聽到的李明雄祥 跟咱說進了很多海外,能夠做的版畫 很多人也沒有負責 有的人是懷疑說 我立法國這麼久了 我是不可以選總統 還是選立委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腳底就來請林彥彤醫師給我們選擇 比較重要的 我要向大家解釋就是說 你現在老闆說要選擇 你如果以前不可以選擇 這邊聽到這樣 覺得這件很重要 要選擇 有幾個問題現在就要開始做了 要怎麼讓你可以回台灣投票 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投票 是怎樣 因為按台灣出來 你最早在台灣已經住了六個月 我跟妳說一個 我的時候我們這些孩子 他說回台灣 那時候他在退縮的時候 他說生孩子在美國沒有保衛來 台灣才有所回到台灣生孩子 台灣生孩子回到台南 他的孩子生了 跟七八個月比較差 所以他在那裡有一節 比如說在台灣生了 有在台灣電機 所以他們孩子七個月出國 變成台灣 現在他們的照片 也可以來投票 台灣總統的選舉 因為他在台灣入籍 半年以上都可以投票 所以可見每一個案 台灣出來都可以投票 但是現在有幾個事情要比較重要 每年的選舉 是跟理會做一選 所以有分兩種 你先要看你是 所以想做一個考慮 第一點 你若是有借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回去台灣 要進去台灣農用這個 台灣比較好 你就有借就是說 你總統 跟理會都可以選 啊 政黨票也可以選 你現在你就不用擔心 你都不用做什麼 因為你已經有定義了 你已經有這個定義了 在這個貨車有定義 你選舉 就是跟管制黨有時候 你就回去 你若有一個新聞證 有後新的新聞證 你都不用做什麼 你就回去投票 這樣就有了 啊你若很久都沒有回去 或是說你已經 離開台灣兩年啊 兩年 你若不再用 中華美國的入境 你就讓我們投票了 投票就是說 你就富籍就無力了 立委你就已經無票了 但是台灣總統的選舉 是一種特別法 因為台灣總統的選舉 是 還有海外選民 所以有一個海外選民的特別法 就是說 你若六個月 你台灣 涉及六個月以上 都可以投票 但是你要選民登記 啊選民登記 當時 這時間有什麼出來了 你記得 九月十五 這當然還不夠了 九月十五 到十二個月初五 就是說 你要聽 一張選民登記的表 因為你在台灣已經都沒有記錄了 啊你 選民登記 你 你什麼要走到哪裡 要走去 你 最未來離開台灣的負責的地方 所以你要知道說 我 我給儲集以前的負責在哪裡 為什麼要知道那個 因為 你要回到那個地方的投票 如果 你如果不知道 台灣的投票 他怎麼會知道 要用你的名字放在哪裡 為什麼 啊為什麼我要知道 就是說因為 你要回到那個 你最未來 儲集 那個 儲集的投票所來 去投票 啊這個 你如果不知道 沒煩惱 齁 你來 問海外後援會的辦公室 他會替你 查說 這個 你理貴 說我是 家庭阿鄉 家庭阿鄉 到那個 負責是在哪裡 啊 那些都有資料 啊不然你去 網站的這個 這個地方 來進步的負責 事務所 應該是有怎麼知道 啊你如果要到方便 就是說 你 這個 選民登記表 就選了 你就 站在 阿彎會 或是站在民進黨的辦公室 啊我們就替你辦了 你只要跟我說 你是 你是 布地 還是你是 刀蠟 這樣我們就 替你走 啊替你走 啊裡面有一個 還有一個 火油信喔 啊他如果收到 他會再確認 啊你火油信喔 你也會塞 駕來人家 啊他也 他也是用這個 國外的 郵票 駕回來給你 啊你也會當人說 喔說 啊你也不用走 放在我們 台灣前進的房子 都也可以 火油信 都看要駕哪裡都可以 啊所以你 現在想就是說 你如果現在 你現在 沒有負責 啊你現在想要 選民登記 你千萬不要再去入籍了 因為你去入籍 要六個月 這麼多人選 你就已經賣了 你如果現在想要回去選 啊沒有這個負責 你現在就用 選民登記就好了 但是你就 譬如說 你不能選 立委了 你可以選總統而已 啊所以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 比較重要的是說 你如果沒有這個護照 你現在要客人去選 你的護照過期了 要客人去選 因為你入境 要拿 護照 五號的護照 去領選票 來投這個總統 所以現在就說 你如果有這個 你就都不用辦了 你就回去 立委和總統都可以選 你如果都沒有這個 你現在 一定要準備 一個護照的 總統 要給我負責 來辦選民登記 叫他回去台灣 要叫一個 confirmation 給你 這樣你就可以選 啊這個 定期的時間 不是跟 10月初 因為1月10日 就要選 我如果在11月23日 在11月23日以前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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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9月15日開始 就探索 這個選民登記表 趕快 趕快趕快趕快 趕快 啊如果有問題 那個 這個 這個 海外的蔡英文 好會有電話 啊你 你打那個電話 問都可以 好 謝謝 感謝林明昌醫師 給我們做很熟悉的說明 他現在 是 海外蔡英文 後完會的執行長 所以他 對這個 海外選舉的 辦法 講得很清楚 還是希望 大家 海外的台灣人 可以加入這個行列 如果聽起來 是 原來是 真有希望 不過也不在那裡 對 很重要 聽他剛才說 他說 有錢出錢 有錢出來 還想到 就是 回台灣 幫助蔡英文 這個氣勢 這個氣勢 要做起來 就對了 在這裡 祝祝 你心目中的 候選人 可以順利當選 蔡英文大文 蔡英文加油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